各位同学好 我们来看单辖缝绕射的例题 这题说宽度为A的单辖缝 距离萤幕屏幕100公分就是1公尺 那用波长6000i的平行光随直照射 那绕射的第一暗纹中线 与中央线的距离是0.40公分 那请问下列的问题 那首先这个i是10的-10次方公尺 这样 那第一暗纹和中央线的距离 这个就是直接可以判断 判断说它的这个暗纹间距 或是中央量带以外的量纹宽度 就是0.4 因为根据这个公式 根据这个公式呢 暗纹的位置就是m倍的lλ除以a 那m等1、m等2、m等3之间的差距 就是差了lλ除以a 所以 就是它的暗纹间距或是除了中央量带之外的量纹宽度 所以我们已经知道它的暗纹间距0.40 那中央量带呢就是两倍 中央量带就是两倍Δ 就是0.80 然后就像这张图一样 就像这张图一样 这叫暗纹间距 那它同时也是中央量带之外的量纹宽度 这叫量纹宽度 那它同时也是暗纹间距 是中央量带之外的量纹宽度 所以第三量纹就是宽度0.40 那下方的宽度就可以带这个公式 就是lλ除以a 那l是到萤幕的距离 所以是1,1,1公尺 乘上6000乘上10的-10次方公尺 除以a 结果会等于0.4公分 0.4乘以10的-2次方公尺 好那这样的话就是 把这个10的几次方和0.几都合并 这样这个变成4乘以10的-3次方 然后6然后这里有三个0 所以这里乘成10的-7次方 结果约出来最后是 1.5乘以10的-4次方公尺 那就是1.5乘以10的-2次方公分 就是0.015公分 好再来第二量纹中线跟中央线的距离 那第二量纹 这里就要特别注意就是 第一量 是波乘差2分之3让达 然后第二量是波乘差2分之5让达 或是说直接带下面的公式 就是底下这里会变2分之5 因为n要带2 然后乘差L让达去a 或是 就是2分之5个这个Δy 因为差一个Δy就是差 看左边这张图 差一个Δy就是差2分之1让达的波乘差 所以到第二量的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就是差的2又2分之1 2又2分之1个波乘 2又2分之1个半波厂的波乘差 所以就是2分之5乘上Δy 结果就是2.5乘0.4 就是1啊 就是第三题 再来第四题的话是第三按吻 第三按吻蛮简单的 对丹霞峰道士而言 按吻的位置比较好算 那就是n乘上这个L让达除以a 就可以了 所以第三按吻就是3乘上Δy 所以就是3乘上0.4 答案就是1.2 其实重点是这些公式怎么来 那欢迎同学回去看光德道士的简介 谢谢